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连生活佛 给我们带来什么宝贵的开始 在2006年8月5号 西雅图雷藏寺周六的同休 特别提前庆祝姚池基姆的圣诞 我们知道姚池基姆是连生活佛的三本尊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连生活佛还是一个平凡人 跟着母亲去拜台中的玉皇宫 接着就发生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情 蒙姚池基姆开了天眼 天上界还颁下了旨意给连生活佛 所以今天的真佛宗 等于是起源于姚池基姆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连生活佛是怎么说的 他们要我说 这个 一心要学佛 一心要学佛 一心要向善 只讲了这个三个 勉励我 然后呢 我就开始有这个灵异的现象 就开始有灵异的现象 就是从去一方宫 建姚池基姆以后 开了天眼 就有灵异的现象 当天晚上我也讲过 当天晚上就有灵异现象 当天晚上就给你带到这个天上 所有的天去 也带到这个阴间去 就从晚上九点多 一直看到早上九点多 这个只是往事只能回味 往事只能回味 这都是往事 过去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是 大家坐在这里 现在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是坐在这里 这个连世上司 他就讲过去的事情 师母坐在那里 那我觉得我自己 也比较老臣 持重 不想说自己老啦 就是老臣一点 老臣 持重 不像年轻人这样子的 很有冲劲 我可以讲 我已经比较 没有那一种冲劲 就是稳稳的 就是稳稳的 就是 好好的 这样子的修 那么我自己呢 这个也隐积了 差不多有五年半 五年半的时光 都是在隐积 在自己的地方 没有见弟子 也没有参加同修 刚刚那个连世上司 叫我说做总回向 我突然之间想 应该要念这个 愿同念佛者 同生极乐果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见佛了生死 如佛度一切 愿所有的祈求 借得圆满 愿一切灾难退散 结果我忘了前面那一部分 只记得后面说 愿所祈求 借得圆满 你都没有祈求 怎么圆满 愿一切灾难退散 当然 大家都是希望 所有一切的灾难退散 我也是天天在这样子求 就是想说 一切的恶运 不好的运 一切的难 这个不管是人身体的难 还是法难 还是怎么样子的灾难 一切的恒灾 或者一切的灾难 全部通通给它散掉 都不见 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这样子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希望这样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病业 一切的灾难 全部通通都消除 要身体健康 要事业要严满 家庭要敬爱 那么 这个所做的事 都能够顺利 增加自己的利益 消除自己的灾难 然后呢 我们还想说 我们将来 能够到净土去 要事金母刚刚 在这本经典里面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 所以三教 就是佛本身也来藏扬 辱教 孔子至圣先师 也来赞扬 道教 老子 这个 就是道主 他也来赞扬 要事金母是什么呢 要事金母是先王 在我这一生当中 我一直感觉到 我一直知道 他的power 他的力量 是最大的 是非常大的 power 他的法 是很至圣的 是很唯妙的 唯妙的法 他的教室 他的教 他的教令 是很严厉的 瑶瓷金母是很严厉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 看到很多信通瑶瓷金母的人 他们在外面做错了事 回到庙的时候 都是自己打自己的 瑶瓷金母本来是无形的 他没有所长可以打你 他没有 他不用所长打你 不是他没有所长 而是他不用所长打你 那你一进到庙 你就自己打自己 那个打不是假的打 轻轻拍几下 是拍到自己的脸 都肿得像那个 猪头皮 肿得像猪头皮一样 甚至把自己的牙齿 都打出血了 非常严厉的 你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一种现象 我是见过的 所以我们很幸福 很相信姚头皮一样 我们也知道他非常的严厉 你既然信奉了他 跟随着他 你只能够做正道 好好的去修行 千万不能有贪啊 贪念啊 哦 各位观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台湾雷藏四将在2007年1月14号正式落成举办大典 同时根本上是连生活佛将亲自开光 而且在当天主持十轮金刚大法会 清传十轮金刚大法和灌顶 很多人或密教行者 毕生都梦想能够获得十轮金刚的灌顶 因为由真正的成就者来灌顶 并能消除累世的罪业 不惰三恶道 而且保证七世之内寄生成佛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连生活佛的慈悲 请大家告诉大家 1月14号台湾雷藏四落成 连生活佛亲自主持十轮金刚大法会 各位观众给你点上新灯 感谢您热情的支持 现在台湾雷藏四特别精心 制作2007年的 台湾雷藏四丁亥年手册 与大家结缘 里头不但有台湾雷藏四 在2007年的法会活动预告 还有连生活佛到 台湾雷藏四的照片选集 以及传授居家非常实用的 趋吉避凶的各种法门 现在不管是一本 十本还是一百本 欢迎您的发心护持 参与注意 详情请洽 台湾雷藏四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现在就让我们热热掌声来欢迎 连栽上师 第二位我们来欢迎的是连谢上师 再来呢 这位仁兄呢 真的是很有意思 我们刚刚看到他笑得这么灿烂 因为他旁边呢做了美女 让我们来欢迎白云先生 上师亚谢谢 所有的这个 我们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哎呀你看这一集一集下来啊 开心啊 就是我们这个佛法 慢慢越 年龄层越来越低都能接受了 你真有女人缘耶 真的吗 你看我们现场有多少女生 根本男生已经都不敢上来了 我们外面外场都还坐得满满的 对对 你看那些女生都是冲着你来的 全部都那个本来都在下面 全部都说 我要跟白云坐在一起呢 阿嬷有这样说吗 哈哈哈哈 阿嬷你很累你睡不着急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哦他们很辛苦呢 他们有来自哪里 台中是吗 台中南投 南投 来自台中的举手 哇你看这么多 你也来自台中 台中人啊 你台中人喔 对啊对啊对 你不是选高雄的吗 不是啦 那个是演戏啦 哈哈哈哈哈哈 上次来自那个英国的今天没来 真的啊 是坐在下面吗 好我们这个白云来的 你今天我们还是很关心你的这个 我们是宗教节目还是正义节目 哎呀我们都有嘛 轻松一点聊佛法不是很好吗 轻松一点 你两个不要这样 对啊对啊 对啊我们还是安排女生就是来test你 真的啊 对 你看我还真是一个凡夫俗子 那真的马上就被拷倒了 对啊对啊 我们还是很关心你的这种 一个感情问题 哎呦 你上次讲的呢 很多电视机前面的 你播出之后呢 是 很多观众就打电话来抗议了 哪有这么挑剔的男人啊 那太太上厕所开个门都不行喔 这样子也要离婚 我不挑剔今天你们会安排这两个吗 哈哈哈哈 对不对 阿嬷就坐到这边来了 我当然要挑剔一下 而且呢大家都知道说 你对不对 还有小孩 对 现代人呢 大家都是孝子孝女 不管说你你第二个孩子 对不对 你是说 离婚后 十天以后才发现怀孕 对对对 对啊 可是你还有第一个孩子啊 第一个孩子 那你怎么 你怎么会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问题呢 也不是我没有考虑的 其实 我当时呢 我有问过很多的一些一些 学姐啦学长 就是曾经离过婚的这些 你干嘛都问这一些人啊 这些人啊 有很多人他们是有小孩 但是他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 其实你的孩子 为了你的孩子 还强硬强硬的把这个家庭组织起来之后 我觉得到时候你们夫妻时常会吵架之后 反而这个小孩子看多了这个场面之后 也许会衍生成家暴 你说 其实这个小孩子从小 他看到爸爸妈妈都这样吵架 并不会比你一个单亲家庭来带他 还来得好 是吗 来赞成他的论点的请举手 我们马上就做现场调查 赞成他这个论点的 没有关系啊 可以举手啊 可以举手啊 大胆举手啊 对对 你觉得宁愿不要让孩子看到父母吵架得好的举手 真的 我讲一定是真的嘛 真的啊 这怎么了 你手举不高 50尖啊 是 怎么了 可以举可以举 OK 50尖啊 那么年轻就50尖 真的我们哪好意思 好那你的论点是什么 是为什么不举手 嗯 没有其实我觉得白云大哥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另外一方面啊 嗯 觉得这样是治标不治本 治标不治本 对啊 就是应该先从夫妻方面着手 然后 就是说吵架的时候协调 不要在小孩子面前吵 就好了啊 对就是夫妻两个之间 就好了嘛 很难 很难吗 我讲我自己一个亲身例子 嗯 其实我父母现在都已经不在了 嗯 都去做生了 嗯 然后呢 我在国中的时候 国中是几岁 差不多13 呃 14 5岁 嗯 我父母他们两个结婚40年喔 嗯 他们那种吵架 有一次我要上学的时候 我从楼上走下来就看到 夫妻两个一早7点多开始在那边吵架 嗯 我忽然就很生气 我骂了一句你们两个都给我住嘴 嘿 奇怪好用的很啊 我爸马上东西拿来就K我啦 哎呀 哈哈哈哈 一早就逃打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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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爸那个是开玩笑的还真的 你讲这样欸 我爸爸妈妈真的 这样就不吵了 不吵了 嗯 但是呢 其实我 我觉得我生活以前的家庭是一个很健全的家庭 嗯 我爸爸是个军人 嗯 那我妈妈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这样 嗯 那后来到我自己结婚之后呢 其实 我觉得 你那个阴影还在 是不是 没有 不是阴影 我觉得 我可以像我家里这样多好 就是 妈妈回到家里 嗯 妈妈都在家里 她就是专职把小孩子照顾好 嗯 但是我 我之前在前一集有讲过 现在的女性主义抬头 她就觉得 其实这样是赚不够的 我也想出来打拼 嗯 好了 那小朋友给谁带呢 一定就是给我的妈妈 或者我的岳母带 嗯 我觉得隔代教养还是 有一点点不优 你刚刚讲的是说 你针对 你们夫妻不和之间的一个 某一项问题嘛 嗯 但实际来讲说 为了小孩子 是不是在佛法上面 我们今天问一下 连灾丧师好了 因为连灾丧师上一次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连灾丧师他 并没有婚姻经验 对不对 但是你就佛法的角度 你觉得 怎么样对孩子是好的 应该是离婚吗 就我个人的这个意见来看 我是不鼓励 夫妻要离开了 嗯 是呀 能够化解尽量去化解 因为怎么样呢 你能够化解成功 能够继续相处成功 代表说你个人的这个人生当中啊 就是说你的这个 婚姻啊 经营啊 是没有失败的 嗯 那真的是说 就像刚刚 就是说上一集有看过这个连接上次讲的 那真的是 如果说 维持不下去了 就是说已经产生二元了 大家已经真的是水火不容了 嗯 真的没办法化解了 那我们佛法上面也是鼓励啊 嗯 不是鼓励啊 就是说也是随缘啊 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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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种那种举动 几岁之前 十七 十七岁之前 因为他在他还没有定型 他心还没有定的时候 完全对世间所有 是非完全不了解的时候 嗯 说实在 夫妻吵架 或是各方面的 影响小孩子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真的会产生小孩子心理上不平衡 对他未来的人生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是认为是说 十七岁之前 能够学习忍录 能够学习这种佛法 能够继续 如果真的到小孩子很大 可是在这中间你要去辅导小孩子的 如果说在这中间 你没有还没有分开还是一样 可是在这中间你要去辅导小孩子 注意小孩子他心理上的问题 好 我们今天有没有年纪比较轻的 可以来代言 父母吵架会造成心理影响的 有没有人可以讲 除了白云 白云之外 你啦你比较年纪 你旁边有模范声耶 我就一直不好意思讲 这位美女她说她父母没有吵架 所以她讲不出来 真的啊 真的有模范声耶 所以这个卖父母 一定要讲一下 跳过她真的是模范声 她模范声喔 所以今天带朵花来 会不会是她父母吵架的时候都是她已经睡得跟猪一样 有没有在吵她都不知道啊 来有没有人 那不一定今天的太太妈妈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啊 有没有人可以讲的 有影响的 有影响到她的那个心灵上 心灵头的 有没有 我觉得有另外一种 有另外一种 对就是刚刚讲到说如果说就是父母在小孩子面前都不会吵架 可是有可能其中一方会拿小孩子出气 对用出气的方式 现在的社会安全很多 其实家暴并不一定是对那个老婆 其实对那个小孩子 可能小孩从来都没有看过父母吵架 所以时常你看社会新闻 现在社会新闻我们看了之后 忧郁指数会增高 因为呢 小朋友只有四五岁而已 他竟然打得跟 打得都满身晕伤啊 对对对 哇这是 你要讲这个是不是 有时候是身体还有心灵上面分两个层面 那师姐你不要再打那个小孩子 不是她啦 不是她啦 不是她 所以我们讲嘛 事实上这种教育问题 本身不是小孩子 而且连我们父母 长辈年纪大都是需要教育的 所以随地自己要自我教育要很重要 才不会有产生这种问题 那我就想小孩子真的是夫妻不好 真的是影响小孩子 十七岁之前真的很不好 真的很不好 如果真的两个一直没有办法去的话 可以用一种很想好的事情 暂且先分开 他也是可以啦 你不要产生这种很恶性的一种循环 所以上师讲的 他当然也不赞同我的想法啦 但是他以整个这个整个全面来讲的话呢 真的夫妻之间真的相处到没有办法相处下去 那你们分开 不管离婚或分开也好 因为他起码不要让小孩子去看到家暴的那种行程 反而会影响 伤害会减小啦 对对对对 所以当然是在佛家来讲的话 也许我们这个整个来讲 他不主张就是说你们分开 但是真的没有办法 为了不影响小孩子的大原则之下 那就一个单亲家庭来照顾也好 所以你当初这样的考虑 就是说你问四五十个人都这样说 对对对 我的建议是说 还是希望能够跟你的 不管是前妻或前妇 保持联系 保持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刚刚讲了 前长节有讲了 不要结下二元 但这一点就是 我真的一直在 自我教育重要 各位观众 这一年我们是如何庆幸 根本上是又能出关于地 相见 在2007年的1月7号 真佛宗世界宗委会 特别要在新竹市 鼎谱国小举办请佛住室 摇池金武会共大法会 会的就是希望圣尊连生活佛能 佛体安康 不入涅槃 常转法轮 同时在当天的早上 还有宗委会上师主持佛法研习班 欢迎大家报名参加 集合众弟子的心 继续诚心请佛住室 这是你我都不能松懈的使命 请佛住室大法会详情请殿 03-539-7972 一个人在世俗中如何抵抗诱惑 一个人在挫折中如何坚定忍辱 一个人在狂乱中如何升起智慧 为什么人们对于连生活佛 有着种种的疑问 为什么人云亦云 往往似是而非 连生活佛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 在混沌中的你我 正需要这样的脑力激荡 探索究竟 现在隆重为您介绍 卢圣燕文集第190册 无所谓的智慧 那他会不会那种意识 会不会 对不起啦 我不是这样讲 会不会他就会怨到孩子 你看你爸爸不要我们了 会有这种家庭 会有这种家庭 其实这一点他我倒觉得还好 那孩子相信你吗 他相信你不是坏人吗 对不对 他知道 因为9岁了他懂啊 他会叛断 我会跟他去吃个饭 对会吃个饭 其实我会跟他讲 以前我不是马上离物马上搬开 我还在这个屋檐下住了11个月 我才搬离的 那跟我儿子沟通 我说我觉得这个房子越来越窄了 然后因为我儿子跟我讲 对啊 爸爸因为你越来越胖了 你看多天真啊 我跟你讲 今天时间不够 我觉得这样子发展下去 我们会变成 好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鼓励人家离婚 不是不是 绝对不是这样 对对对 赶快颁证 你要一直强调 你是一个最坏的示范 对我是一个最坏的示范 不要再来找我了 然后最主要就是说 我希望夫妻能 长相失守的话 对你的下一代 绝对是可以一起呢 去教养他们 教育他们 但是呢 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再做最后的一条 就是离开的路 但是千万千万不要 因为呢 我跟你讲 十年修的童传路 百年修的贡者民 我一直 其实 一定要很注重 整个家庭的观念 所以呢 我是一个最坏的示范 你们可以打我 你们打我好了好不好 我不乖 你们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你打我快点 打我痛 我就会自己 快打吧 你这个负心汉是不是 但是不是有 你很习惯 马上就讲这句话 好了啦 因为时间的关系 而且刚刚 其实两位上司 一再强调的就是 忍辱 我们学佛 就是要学这个 是 这一关你忍吧 可不可以忍 我们现在就问 电视机前面的 每一对夫妻 忍吧 好不好 你生孩子那么痛都可以忍 应该还是可以忍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大家来找佛 大家来找佛 上个礼拜呢 我们节目问您了 什么灌顶之后呢 在七室之内 就算你没有修行 如果有尽兴的话 一定是可以继生成佛的 答案就是十轮金刚法 那么我们知道 台湾雷藏寺 在明年的2007年的 1月14号正式落成 连生活佛也将亲自的主持 十轮金刚的传法大法会 大家一定要把握前往参加 今天我们要问您的题目就是 连生活佛是蒙哪一位 先王佛菩萨开的天眼呢 看看我们的提示哦 想想看 所以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 可以赶快打电话进来给我们 我们就有精美的奖品要赠送给您哦 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好不好 我觉得跟你聊天好快乐哦 真的吗 你都不知道我的痛苦 因为一直挖我的痛苦 他就很快乐嘛 哎呀 不好意思啦 你的痛苦就代表电视机 很多目前台湾人的痛苦啊 对对对 所以大家摊开来讲 你功德无量啦 真的喔 那怎么好 后面的这些司节会数啊 都这样 光芒万丈啊 谢谢你们啦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再次谢谢白云 谢谢 谢谢两位上司 下个礼拜不要忘记说看 给你点上 新的 好